英文有一句话就是 Breakfast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al of the day 中文就是 一日三餐,早餐是最重要的 Black breakfast is the most Tamalist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聊中英美三个国家的早餐 反正我知道哪一个是最不健康的 我的吗? 当然是美国 从美国开始吧 美国早餐的特点是什么? 糖 The sugar man knows 其实是甜品 你要看你上哪个区吗? 我是来自南方 南方的早餐 最最健康的 是粗糕 Biscuits and gravy Susage and eggs Steak and eggs 火腿 bacon Oh my god Pancacets 这就像个热闪 热量和糖分特别特别高啊 甚至有很多人说 美国的早餐每一个就像一个甜点一样 就是很多人觉得他们吃的是很健康的东西 后面发现它里面的糖分特别特别高 就比如说酸奶 可能这个冰淇淋的糖分差不多高吗 甚至比冰淇淋还要更高 一个人在一天以内要吃的糖量 应该是不超过 然后煎饼里面可能有38g Oh my god 很可怕 我觉得这个只有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才会吃到的 因为你不可能每天早上做的这么复杂嘛 大部分的美国会喜欢吃一些可以随身携带的那种 比如cranola bar啊或者yogurt啊 煎饼也可以随身携带啊 煎饼罐子嘛 英国也有卖片吧 有啊 但是我感觉美国的卖片是不一样的 It's like crack cocaine for children It's like crack cocaine for children 他们在90年代初的时候 很多家长觉得我不用给孩子们做早饭 Okay yeah girl why not 然后他们后面才发现这里面的糖分有多高嘛 他们现在已经降了很多 但是还是有点超标的感觉 比如说reese's pieces 大家特别喜欢吃reese's cups嘛 然后把它改成一个cereal 糖分还是很高的呀 超级高的呀 你骗谁啊 Basically dessert in a bowl 那比较健康的美食早餐是什么样的 应该是水果 Clean yogurt 还有可能Oatmeal It sounds delicious 据网上的数据 80%的美国人是在家里吃早餐 对要吃早饭的话 他们就会在家里吃 然后有10%是在路上吃 对可能就麦当劳啊 或者什么星巴克 So healthy Well healthy is like 星巴克 然后10%的美国人是不吃早餐 就看是最健康的情况 Of course breakfast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al of the day Atlisher in America In which case 你不要吃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Crow nut是什么 Like what is a crow nut It's a croissant and a doughnut mixed together 牛椒饼 天天圈交配完了之后 穿的一个科学怪物 It's like they're trying to think of the least healthy sh** and put it together Don't get spice latte啊 或者什么纽约知识蛋糕煎饼 You know what I'm going to have a 佩麒麟 What's that Oh it's 佩根和冰淇淋加到一块了 Like you think of this stuff 对 其实我觉得人不想活了的话 就不用跳楼干嘛 就直接去美国吃三顿早餐 那英国也不会好到哪去嘛 英国的早餐全世界出了名的 It's disgusting It's very油腻 为什么会说英国的早餐很油腻嘛 因为一般人第一次见到英国早餐的时候 我会说英国的早餐是人能吃的东西 其实并不是 确实能吃 只不过是不经常吃 我觉得有两种情况 英国才会吃英式早餐 第一个是周末有时间可以去准备很有腻的东西 Bacon Sausages Eggs Daffling Black pudding Daffling 非常 还有第二个情况 就是宿醉的时候 你宿醉的时候 你就想吃油腻的东西 因为比较结疚 还有很多人说 早上吃病 Oh my god 这是我不能理解的一个点 英国早餐嘛 首先 我们鸡蛋呢 Sausages Blue Sausages 然后Let's buy that 对吧 所以你看一个不杂地的一个早餐 I say How can I make this worse? 嗯 然后就看一下Pantra 拿一个Baked Beans出来 Gaaaa 就是 Why? 这是第一 首先是恶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大早要吃Baked Beans The second problem is 你一大早吃Baked Beans的话 Why are you going to light up everyone's办公室? I just imagine 英国人的办公室 马上升到了上午11点的时候 就像教学院的 Brrrrrrr Oh my god Gross 还是那句话 有屁不放 变坏心脏 但你有屁不放 就是什么 死一群人 不知道 我就觉得 Why? Gaai 你早上吃那个东西 你不会觉得肚子咕噜咕噜 没有 我觉得还好 不像你走进英国的办公室 大家都会说 Hi Hi 普遍来讲 英国人最经常吃的东西就是 土丝跟 Jab 我为什么不乱吃的人 是要氧气一点的死呢 干嘛吃土 土 土 It's a bad joke It's a bad joke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最精神的 一般英国人会吃 Toast and Jam 或者麦片 但是不是那种美式的麦片 就是糖尿还可以接受的 最多呢 如果是要花时间做早餐的话 很多英国人特别喜欢吃鸡蛋 因为蛋白很多 有时候也可能会加一点 Bacon 但是我听说英国的Bacon 跟美国的Bacon 是有点不一样 对 美国的Bacon好吃 No 美国的Bacon 就是心脏病发作 对 美国的Bacon 就是做得很Crispy 就有点咔嚓咔嚓 英国就是肉肉的 肉肉 不是肉肉的 肉肉 那你来到中国之后 你记得你第一次吃中式早餐吗 我要是用一个词 来形容中国的早餐 我就会说午餐 我也会说晚餐 就会说晚餐 就会说晚餐 我们要吃午餐 我们要吃午餐 饺子 饺子 煎鸡蛋 我吃午餐了吗 什么事 我们外国人吃早餐 一般比较习惯吃甜的 哪怕是健康 比如说水果 我们也会吃甜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吃粥 我在美国没有吃过粥 然后早餐我坐下来 然后他们就放在那碗 我说这米没煮好呀 这米水放多了 没有 这叫粥 哦 这是整个酷 旁边放着那个咸菜嘛 你会说 我为什么要吃午餐 我会吃午餐 然后他们说 把粥里放在粥里面 会好吃的 然后我会说 然后我会说 皮带 我会说 把粥里放在粥里面 都会好吃的 这时候我就学会了 人有时候会骗人的 有时候会骗人的 所以 关键是我吃完了 中国的早餐之后 我会说 很咸 非常非常咸 阿嬷这时候你喝点豆浆 我就好了嘛 说豆浆 怎香的 你知道吗 我最不懂的一个中师早餐 就是油条 就是油条 如果你有炸的东西的话 那最好还是加点糖 做得跟美国人和西班牙人一样 像鸡肉 那就是早餐 而且这就是 这就是炸鸡肉 其实我最不喜欢的 就是我吃武汉的时候 然后他们有热干面 说这是我们武汉人的特色 然后我吃真的好干 我感觉那个东西 我里面要加点润化油 我才可以吃得下去 幸亏你热花油 老板 来皮杜莱斯 谢谢 幸亏你家里热花油 有的是 我不懂一大早 怎么可以吃那么干那么油 那你最喜欢的中师早餐是什么 要是我要选一个 我最喜欢吃的早餐 所以我很少吃 那肯定叫 煎米果子 煎米果 这个名字说起来好爽 老板 拉个煎米果子 我没有孩子 但我永远会有孩子 孩子 煎米果子 孩子来吃 煎米果子 我这样很有趣 就是那个手法就很帅 就是他把那个蛋 然后拿出那个 再来一个蛋 就是做那个水泥墙的那个 就专往的那个 就是他接一下 哇塞哇塞 然后就把那个蛋什么的 都很帅气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一个 我要说早餐食物是什么吗 就是胡辣汤 胡辣汤 胡辣汤 胡辣 不好意思 胡辣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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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spicy soup 麻辣汤吧 胡辣汤 有麻有辣 有胡 就胡辣 我觉得虽然有点咸 但是早上喝那个 我觉得还可以 就还有很多外国人 可能第一次看的时候 不能接受的 就是茶叶蛋 我觉得还好呀 我喜欢 但是还是那个事情 就是 WATER like give me something to drink 我觉得太咸了 很咸 对 还有一个就是 我不太习惯的一个点 就很多中国人早餐 不喝咖啡 我都觉得 WATER 或者就算那么喝的话 就喝个缺潮 我觉得一个早餐 无可或缺的一个东西 就是 成鱼饭 谢谢 就是果汁 Fresh orange juice in the How do you like 不是那个不是 Florida Tropicana That's it Tropic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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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汁 长汁 新加长汁 我觉得很多新闻 特别喜欢喝 中国人到底喝什么东西的话 你们可以跟 跟我们说一下 喝什么 牛奶 酱油奶吧 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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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油奶 好了 来来来 来一个鸡蛋 就是茶叶蛋 对 好了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 中英美早餐的区别 今天我们想问问你们啊 你们觉得哪个国家的早餐 最不健康 还有你们 吃早餐的时候 喜欢吃什么 在评论里面 告诉我们 孟天 一日三餐 你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这是早餐嘛 你知道第二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What's that Come on 杨波语 转发评论点 在关注 拜 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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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这个 中国 中国 中 sasages sasages 基于网说的是 一日三餐 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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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天啊 孟天哪 我经常说 孟天 一日三餐 我不喜欢你 孟天 一日三餐 早餐 早餐 是最重要的 餐餐餐日 一日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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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天 一日三餐 早餐 是最重要的 那你知道 What's that You can see your face 一日三餐 一日三餐 Got it OK 今天我们先问问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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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